咱们接着上期视频做 这个是上次那个慕斯杯 小号的 这个大家都学会了吧 是不是很简单呢 那今天用那个大盒来做 用它高嘛 可以做的 用另外一种方法 来我们先把它拆出来 这瓶子真的是很好用 带包装其实很好 比如你想做一个送朋友 那它就很合适 看啊 对比一下 是吧 高了大概有两公分 两三公分的样子 但是这个我们就可以 稍微做一点立面 来咱们开始 老规矩啊 先是放一点青石 这不要太厚 一公分左右就差不多了 这个青石的作用 我不重复了 它就是一个隔水的作用 大家想了解的话 去看做它的这个视频 说的非常详细 来第二层 咱们铺水苔 这个就是水苔啊 本来是干的 然后我们用之前呢 在水管上冲一下 然后用手给它 把多余的水挤出来 然后再铺 然后再铺 这个就是红红的一层 非常非常 只要能盖住这个青石层就可以 这样就想往下看 非常非常薄 是吧 然后就是吃一土 这个我们虽然要做立面啊 但是立面从这个位置开始做 下面我还是要给它一个 双层的一个感觉 先薄薄的铺一层 把这个先弄湿啊 水手浇 因为后边会多次浇 行 这就是微景观的一个基础结构啊 把这个结构先打好 打好 然后你再去做其他的景 然后今天换一种石头啊 上一次用的是青龙石嘛 这次我们换松皮石 找个小块的 嗯 这个可以 咱给它放到这个位置 好 就这个感觉 我打算呢 在这个位置 种一棵植物 我这儿有三棵小绝 这个是霸王绝 这个应该很好看 给它种到这个位置 咱们比好角度 比好这个角度 位置先给它比好 好 就放在这儿 我觉得就可以 加土 这干吃玉土种起来 比较容易 它不会粘的 哪都是 然后把新加的土弄湿 好 就是这个效果 然后在后边给它起立面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再放一块石头 好 就这样 石头旁边加一点土 如果你有更小的植物 也可以往这前边煮 效果也很好 这个还分出来一株 来 用这个 一点点 它种在这个地方 就这样 然后这个地方还可以种 如果你有更小的 再分一个吧 这个 这个更小 种在这个地方 好 这是下边的三棵植物 我们先给它种好 稍微浇一点水 有植物的地方 都要是给一点 这样它不会来为混了 接着咱们开始起立面 就是 立面的 立面就用到这个立面土 这是我自己弄的 这个第一硬度的吃鱼土 碾成粉末做的 然后这个大家如果需要用的话 店里都有 来我们先把它活成泥 水慢慢的加 你要一次性加太多了 那你就只能再加土 活泥嘛 大家都会吧 谁小时候没活过 没活过泥啊 是吧 差不多了啊 你看 活成这个状态就很好 活成这个状态 就可以用 这个你怎么起立面呢 你要有一个正面啊 比如我们用这个 这个是正面 那么你就在这个范围内 你看两个指的话 这个范围内来起立面 这样 就是这个位置 来大家跟着我做啊 因为我们上面还有灯啊 所以你这个立面的高度 就起到这个位置 就起到这个位置就可以 不要再高了 这边有这个植物挡 挡了一会 这个植物我们给它修掉 你看一下啊 这个差不多了 这个地方再补一点点 这样就差不多了 看这就是立面 趁这个泥没有干啊 咱们把上面这个 擦一下 你等它干到上面 就不好擦了 这个植有点靠后 咱还是给它 稍微修一下 就是靠着后面的叶子 给它剪了就行了 不用担心啊 随便剪 这长得很快 把剪掉的叶子夹出来 OK这样就行了 接着我们就可以上台捡啊 然后我们继续在这个立面上 放一点小石头 在这个植物的后面 往上面一摁 它就会粘上去 看就这样的 这边也可以放一块 这石头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 你想怎么放就怎么放 接着我们就可以上台显了 来台显了 品质那没得说 对吧 咱们店里有 大家喜欢直接去用就可以了 哇 这看起来像一块稻田一样 上台显 由上到下 由上到下 用之前我们把下面还一样 先剪 剪得薄一点 不散啊 不散 尽量薄就可以了 你看它不散 对吧 尽量的不 铺的时候密度要高啊 密度要高一点 就不要太散 也是一样 给它粘在这个立面土上 镜头放的近一点 这样大家看得清楚 来咱们继续铺 凡是有石头的地方 往这个石头缝里面塞一塞 这样的话 这台显跟石头的融合度就比较高 那么看起来就比较自然 是吧 就剩上面这一点了 好 那这立面的台显就差不多了 是吧 继续顺着往下铺就可以了 把这个绝望旁边扒一把 挡地方 然后再来铺前面的 哇翻车了 这个绝给它扒出来 没事咱再给它种进去 嗯这样就行了 这就差不多了 这个地方再来一点点就可以了 剩下的我们就铺路拉图了 拿着一个小三角就可以了 这个就好 好 终成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是吧 剩下这个地方 我们你看现在看起来就是除了石头 就是苔藓 然后就一片绿 剩下的空隙的地方 我们点一点路着土 那这个景观看起来就会变得很活泼了 来接着我们上路着土 当然了你也可以用其他的土 只要你自己喜欢就行 来 慢一点 手不能抖 如果不小心弄到苔藓 它要及时清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给一点 一点点就可以了 好咱们把这个新家的路着土弄湿 OK那么这个就做好了 好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养护 你看这个是青石 碎于土 这个颜色大家都能看出来 就是你看这个吹土的颜色也可以 或者你看路着土的颜色也可以 它们两个变干了变色了 然后你再浇水 水最多最多 就是在这个位置 不能没过这个青石层 这大家都明白了 这样的话就非常非常简单了 然后平时呢 它有盖子看到没 也有灯 这个盖子呢 你看 它是可以调节通风的 如果里面湿度比较大 就水汽很大 那你就给它打成这样 如果说它里面没有水汽那么大 那就关上它就行 这样一盖 灯有定时 也可以调强弱 一共三个档 定时两小时四小时八小时 这样就可以了 往哪里放 好 这个是两个都做好了 这是两个规格的慕斯杯 这个是小号的 这个是中号的 方法也是两种 这种就比较简单 然后这种就属于半粒面 然后稍微带植物的那么 一款围景观 大家更喜欢哪个呢 好 这就是开灯的效果了 还是挺好看的 然后这个是小号的 大家对比一下 就这个瓶子确实非常好用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 然后去选择大号小号 好吧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